变压器分阶开关 它的调节方法 首先咱们要搞清楚 什么是分阶开关 它是起什么作用的 这个变压器 比如说咱们平时用的变压器 高压变低压 也就是一次测 它的饶阻砸数比较多 二次测砸数比较少 所以说将一次测 给它接触高压 二次测将会输出一个低压 那么这个变压器一次测 它分出若干个中间抽头 比如这里一个 这里又一个 第三个 也就是说 比如说将第一个抽头 将它接入高压电源 也就是说将变压器一次测 所有的这个饶阻 所有砸数的饶阻 都接入这个 一次高压电源 打个比方说 一次饶阻的一共 所有砸数 比如说一百砸 也就是说 第一个抽头的时候 将这一百砸 全部接入高压电源 是不是说和二次测 它会输出一个低压 输出一个 这个电压 如果说咱们不接第一个 接第二个 八十砸 是不是说它和二次 它的变比就改变了 这个时候呢 又输出一个不同等级的 一个电压 那么第三个 比如说六十砸 这个一次和二次变比 又改变 这个二次算了 输出的电压 是不是又不同了 是不是这么的意思 那这个分阶开关呢 它就是起这个作用 也就是说将变压器 这些抽头的 接到分阶开关上 然后通过调节 这个分阶开关的档位 来选择将哪一个抽头 接入一次电源 换句话说 就是说来调节 分阶开关的档位 来这个改变二次测 输出电压的高低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呢 就是这个分阶开关 它的这个作用和原理 那么 调节 这个分阶开关 调节它的档位 咱们主要 取决于 这个低压侧 这个电压的高低 比如说咱们平时 所用到的 十千伏 变四百伏 这个变压器 咱们平时 二次测 咱们给它接了很多负载 比如电机 然后呢 咱们发现 咱们需要的 是一个四百伏的电压 但是呢 咱们发现 BIT输出呢 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 它输出的电压呢 达不到四百伏 比如说三百七十伏 咱们呢 就为了让它 能输出一个四百伏的 一个 可以达到咱们要求的 一个电压 咱们就要来调节 一次测 这个分阶开关 来达到 让它输出一个 四百伏的额定电压 也或者说 咱们发现 这个二次测呢 输出这个电压呢 到了四百二十伏 这个高了 咱们也要来调节 这个分阶开关 让它 二次测出一个 咱们 核置 咱们的四百伏的 一个电压 这个电压器呢 它安装的位置 是吧 的不同 虽然 它都是 十千伏 变四百伏的 这个电压器 如果说 你这个距离 电压器 这个电源 它的几率 近 和远 它呢 肯定输出电压 它不同 因为呢 这个线路的长短 在线路上呢 有压降 也或者说 二次测 所带的这个负载呢 这个 多少 负载的数量不同 造成的这个压降呢 也不同 所以说 同样的 便比的 这个变压器 它所输出的电压呢 也不尽相同 咱们这个分解开关的作用呢 就是为了 咱们可以输出一个 是吧 额定电压 比如四百伏的 额定电压 所以 是吧 就 变压器呢 是吧 它在 这个 制造这个变压器的时候 它就 是吧 加入了一个 这个分解开关 是吧 那么 咱们在平时的工作当中 是吧 作为电工呢 是吧 呃 有时候 咱们可以 要根据 是吧 这个电压的 二次电压 它的高低不同呢 是吧 需要来调节 是吧 这个分解开关 是吧 那 呃 咱们不要说 是吧 咱们作为一个电工 是吧 然后呢 是吧 这个领导呢 让咱们去 是吧 调节这个分解开关 是吧 咱们呢 不会 是吧 咱们在这里呢 是就来 介绍一下 是吧 这个分解开关 是吧 它的调节方法 调节这个分解开关 是吧 也就是说 调节分解开关的 档位 是吧 那这个变压器 是吧 不同呢 说它的档位的 个数呢 是吧 也不同 是吧 那 调节 是吧 这个分解开关 是吧 调节它档位 是吧 这个容易 是吧 关键是 是吧 比如说这个 二次色输出的电压 过高 或者过低 是吧 那咱们应该 把这个档位 往高调呢 还是往低调呢 那怎么应该 怎么调呢 咱们就要记住 下面呢 有一个口诀 高往高调 低往低调 那什么是高往高调 什么是低往低调呢 咱们下面呢 就来解释 这个口诀的具体含义 大家的这个变压器 说它的分解开关呢 有 有油载调压 分解开关 有五载调压 分解开关 油载调压呢 就是说 这个变压器呢 说它可以 不脱离负载 可以带电 来工作的 这个同时呢 来调节 这个分解开关 那五载调压呢 就是说 必须将变压器 脱离负载 将它的停电 来调节 这个分解开关的档位 那油载调压呢 它一般呢 用在这个特殊的 变压器 比如说 液晶行业的 电壶炉 就是利用电流 来加热到 这个设备 它呢 当然了 要调节 二次侧 这个电流的大小 也就是说 调节二次侧 电压高低 电压越低呢 电压越大 电压越高 电压越小 这就是说 通过来调节 一次侧 这个分解开关 那这个一般呢 这油载调压呢 在变压器 主体上 它就有一个机构 这里呢 有一个电机 电机呢 带动一个连稿 来连接 这个分解开关 然后呢 这里一个操作箱 上面有按钮 有指示灯 咱们可以 来按动这个按钮 来控制电机的正反状 来 这个连稿 带动这个分解开关 往高档位调 或者往低档位调 大家呢 这里有转外开关 也可以将这个控制方式呢 将它接到 这个操作台 然后呢 利用这个电火炉的操作功 它呢 根据二次侧 电压的高低 电流的大小 来调节 这个分解开关 它档位的高低 那这个 U载调压 这个呢 它的变压器 它的档位呢 比较多 一般呢 有九档位的 有十一档位的 十七档位的 不同 那这个五载调压 这个分解开关的变压器呢 就是咱们平时 所用到 电电 用到的这些变压器 一般都属于 五载 调压的分解开关 这个档位呢 一般比较少 有三个档位的 有五个档位的 这个呢 必须呢 将它停电 脱离负载以后 来调 这个分解开关的档位 那下面呢 咱们就以 普通的 五载调压的 这个电压器 来解释 这个高望高调 低望低调 这句口诀的含义 比如说 这里有一个 五载调压的 一个变压器 在变压器顶部呢 这里呢 有一个 调节它分解开关 档位的一个旋钮 就利用 这个旋钮 来调节它 档位的高低 咱们在利用 还是利用那个 平时 咱们用到最多的 十千伏 变四百伏的 三档位的 变压器 为例 咱们看说 一档 一万零五百伏 二档 一万伏 三档 九千五百伏 什么意思 比如说 当那个一次车 给它接 一档的时候 比如给它接一档 接一档的时候呢 就是说 一次电压 实际电压 如果高于 这个一万伏 到了一万 零五百伏的时候 它 它会输出一个 四百伏的 一个二次 一个电压 如果说 一次车 这个 实际 测量的电压 正好是一万伏 咱们就选择二档 这个时候呢 它就 输出一个四百伏的 一个恶定电压 如果说一次 它的实际电压 不够一万伏 它只有九千五百伏 那咱们就选择 这个三档 这个时候呢 输出一个 四百伏的 恶定电压 咱们刚才 前面介绍了 这个档位不同 它 这个 一次测绕组 介入 高压电源的 这个大数不同 也就是说 咱们 比如说 咱们发现 测量二次电压 如果说 这个时候 在二档上接着 咱们测量 这个二次电压呢 它呢 不够四百伏 三百七十伏 它不够四百伏 怎么调呢 那就是上面的口诀 低往低调 第一个低呢 就是说 二次电压 它低了 它不够 咱们需要的 这个四百伏 它低了 这个档位呢 就要往低档位调 这就是低往低调 哪个是低档位呢 一档是高档 三档是低档 就是说 当二次车 是三百七十伏 不够四百伏 咱们呢 就要将这个档位呢 调到三档 这个一次车 二次车 它在二档的时候 它不够 三百七十 不够四百伏 它只有三百七十伏 是不是就证明 它的一次车 这个电压呢 不够一万伏 如果在二档接着 它够一万伏的话 它就会输出一个 四百伏的电压 它既然输出的 不够四百伏 肯定 它一次车 不够一万伏 不够一万伏 怎么办呢 咱们就调到三档 三档呢 9500伏就可以输出 四百伏 所以咱们低往低调 如果说咱们的二档 接着这个二次车 测量呢 是四百二十伏 四百三十伏 高了 那就要高往高调 第一个高 二次车电压 要高于 这个额定电压 往高调 这个档位呢 往高调 往一档调 这个它 在二档接的时候 它输出的 本该是一个四百伏的电压 但是它输出了一个 二百四百二十伏的电压 是不是证明 一次测 这个电压呢 要高于一万伏 是吧 所以说 咱们就调到一档 一档 它 是吧 一万零五百伏的时候 它才输出一个 四百伏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是不是该高往高调 这个呢 就是这个 高往高调 低往低调的 这个口诀的含义 是吧 咱们只要 记住这个口诀 咱们就可以 根据这个口诀 来调节这个 飞机开关的档位 该往哪个方向调 是吧 高往高调 低往低调 记住这句口诀 是吧 这不再呢 是吧 感谢观看